这是我住的地方 我在这里也待了十几年 像我们这样 一大把年龄的话 本来打算是再过一两年退休 就这样的 现在一下子的话 很多东西要重新再来 现在是爱德蒙顿时间 5月11号上午的11点04分 迈克莫里堡的城区 依然是处于封闭的状态 除了警察 消防员 和一些特殊的救援人员之外 其他的人不能够进入到里面 被爱 他们喜欢的车 很多船都毁掉了 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当初 主人多少心爱的东西来不及拿 这很多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我们的记忆都已经毁了 我孩子从出生到怀孕 那些照片 我都把它烤在光碟里面 都没了 我身处这个位置以北 基本上就整个山林全部烧毁了 现在我在这个现场也是可以感受到 在这个空气当中弥漫着浓浓的刺鼻的烟味 现在我们看到的灵火已经越烧越大了 客战一分钟以前这个火势 大概就是像像我们的篝火那么大 现在已经是整个树已经烧起来了 我以前每一次走这条路往这个方向走 我都是载着满满的东西回家的 就去 整个的这个隔离带就像被烧焦的木炭灰一样 像我老公这样的一个年纪 再从头去开始很难很难 我们担心的是以后怎么样 身外职务没了 我们还能够重建 关键就是信心得要有 这是最重要的 哎 我就觉得 再坚持了 坚持 再坚持 要想尽快看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的话快点 起码这里是自己的家 回来把玩意搞好啊 重新再工作啊这样 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的 我们肯定终究是会回去的 一切都会变好的 那么因为这一次灾情非常的严重 爱波塔省政府呢 是决定给每一个成年灾民发放1250元 每一个小孩发放500元的救助金 据我所了解啊 这个灾民大概需要排三到四个小时的队伍才能够进去 所以现场有非常多的Volunteers给大家发放免费的食物以及水 罗曼城媒Maggie在爱德蒙顿发回现场报道 大火无情 人间有情 人生是无产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尽力可以帮人就帮他们 我们不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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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